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是逐笔逐笔的把我放空的股票 一笔一笔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么当这些老师看到了之后 他们会觉得 哇 那简直是赚太多了 那简直是太好赚了 对不对 那人本来就会有嫉妒或者是羡慕的一个心理 那不管是出自于嫉妒或者出自于羡慕 我们的一个操作绩效 他都很有可能想要去跟王娘做同样的事情 对不对 于是呢 他们就在前天 在昨天去放空股票了 所以说真的 今天这个盘涨了141点 讲到后来好像要怪我 因为我太臭皮了 是不是 可是我告诉你 没有关系 因为就算你是在做多 就算在一个多头市场 你有可能买完了股票呢 结果这个盘大跌 对不对 那在空头市场 就算放空股票 当然也有可能遇到呢 这个盘大涨 今天这个盘就涨了141点 我相信那些在昨天 在前天 才带会员去放空的股票老师 现在一定后悔的不得了 对不对 可是那不是我们节目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我要告诉各位 王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放空的 王娘从今年的6月 告诉各位 我要开始逢高减码 而且呢 向下操作 对不对 然后大盘跌到了10523 接着反弹 到了11100点 反弹到11100点的时候 我在做什么 王娘还是在做空 对不对 结果这个盘呢 跌到了10606 跌到了10606之后 大盘呢 又反弹 那王娘在做什么 我还是一样在做空 对不对 可是差别在于呢 当这个盘每一次的拉回 当这个盘每一次的重挫 我们会员的操作绩效呢 他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现在涨上来 我跟各位说 接下来呢 如果他又在拉回 如果他又在破底 我们会员重植在今天 有一些获利呢 去夹夹夹回去 对不对 我跟他说 当这个盘 他每一次大跌的时候 甚至于不用跌破前波的低点 我是不是在昨天告诉过各位 即便他还在这里 我们会员放空的操作绩效 又创下了新高 这难怪有那么多的分析同业 他们会东施效平 对不对 难怪有那么多的人 在昨天 在前天 也开始说他们也有放空 他们也会放空 结果今天这个盘大气 那现在这个盘涨上来了 我的态度 跟之前涨到11261 跟之前涨到11100 跟之前涨到11186 我告诉各位 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任何的修正 为什么 因为这个盘即使它涨上来 其实现在呢 还是处外哪里 处在一个绝对的高档 那大家都知道 大盘涨了141点 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还是原地踏步 甚至于这一波呢 套牢的股票也没有办法解套 为什么 因为在每一个高点出现的时候 其实涨的股票呢 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今天涨最多的 把全值拉上来的 是台塑集团的股票 我请问你们 大家手上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 大家手上 是不是一样 还是矽晶元 还是Mosafi 还是被动元件 对不对 而这些股票呢 是不是同样跌很深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它已经走入了一个空头的市场 走入一个空头的走势了 那现在这个盘 为什么要震荡这么多次 你们可以看到 从之前的高点 11270 到11120 到1261 你看12345 对不对 那说不定再来会出现 第六个高点 为什么 以前我们听到 12682就结束了 我们听到10256就结束了 我们看到10393就崩了 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个高点 我告诉你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股票变多了 对不对 以前不太多高票 所以在股票变多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一个行情 它震荡做投的次数 也会跟着变多 可是不管它震荡做投 多少次都是在做投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 我跟各位说 不管下个礼拜二 美国 它是涨还是跌 不管大盘 它是开高还是开低 王良都会持续的 带会员放空 带会员逢高减码 向下操作 而且我已经锁定好 现在反弹上来 要去放空的股票 我跟各位说 每一次在大盘 跌下来的时候 即使大盘没有跌破之前的低点 我们会员的操作绩效 都是创新高的 今天这个盘 吃水会涨 真的要去怪 那也只有呢 有那么多的反指标 在昨天跑去放空 对不对 而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都是因为看到 王良给会员的操作绩效 太吸引人了 太漂亮了 而且他们知道 那些都是真的 对不对 每一个认识王良的人 不管是会员 还是股票老师 还是任何的分析同业 都知道我的操作绩效 只要拿出来 通通都是真的 所以这很难呢 不让他们动了 去放空股票的念头 为什么 因为也想要跟我们一样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没有人可以完全一样 每个人应该要去找出 自己赚钱的一个方法 自己赚钱的一个风格 或者态度 我告诉各位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盘涨上来之后 完了有三种股票 要带会员去放空 哪三种股票 这三种都是我之前 带会员放空过的 包括高价股 包括投机股 包括地雷股 下个礼拜之后 我已经锁定了三档 王良曾经放空过的一个股票 王良曾经放空过的一个类型 请大家看下去 你们现在看到了第一档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还有第二档 这个是高价股 那这一档呢 它是投机股 那再来一档呢 很有可能会成为地雷股 那这三只股票 目前都是处在一个绝对的高档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往下 不论是第一档 还是第二档 或者呢 是第三档股票 他们其实都是有空间的 对不对 结果呢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所想的 并不是我明天能不能够赚钱 并不是我现在 能不能够收到会员 王良所想的是 如果我去买一档股票 三个月之后 他们可能会大涨 比如说 王良今年买过20块出头的帽戏 对不对 涨到50几块 让会员卖掉 比如说 王良带会员在200块附近 去放空GIS 结果呢 一下子跌到多少 跌到了121块钱 所以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你要去思考 到底这个市场 谁真正的能够去帮你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说 不论是高价股 或者是投机股 或者是地雷股 在今天呢 大盘涨了141点之后 那简直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对不对 所以有些股票 他浑水摸鱼的涨上来了 那既然如此 接下来向下的空间 就会特别的大 我举个例子 王良带会员放空过联德 联德在昨天跌到了153块 而且还杀到跌停板 对不对 那联德 王良在放空的时候 股票多少钱 200多块 200多块 所以这个算是什么 这算是一个高价股 对不对 那放空完之后呢 联德先跌到了197 然后呢 跌到了182 跌停满 再跌到了164 跌停满 再跌到了163 再跌到了153块 跌停满 其实这个过程 你们会发现 不管后来大盘涨还是跌 你所放空的联德 从197 到182 到164 到163 到这一个153块钱 他证明了什么 他证明了放空高价股 是有利可图的 放空高价股 是能够赚钱的 对不对 我刚刚告诉过各位 我去锁定三种股票 第一种是高价股 第二种是投机股 第三种叫做地雷股 下个阶段回来 我让各位看看 我还曾经放空过 什么样的一个投机股 什么样的一个地雷股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长圈乐火 我觉得我这几天 真的好像做错一件事 就是把我过去三个月 带给会员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操作记录 完整的一个操作绩效 在节目当中做呈现 对不对 因为我呢 的一个操作绩效一呈现 我跟各位说 在整个台湾的股票市场 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尤其呢 是其他的股票老师 当他们发现 他们之前做多 赔得乱七八糟 当他们看到 有人放空股票 可以赚这么多 于是这些人呢 就跑去放空了 对不对 可能前天也去放空 昨天也去放空 如果这些人 是所谓的反指标的话 那是不是就能够去解释 为什么今天大盘 他会涨一百四十一点 那王娘所要检讨的是 我跟各位说 我真的不应该 把会员的绩效 拿出来炫耀 对不对 我本来呢 是想要分享 这一个喜悦 可是在他们看来呢 我跟各位说 他会产生羡慕 跟嫉妒的一个心理 于是呢 就想要模仿 于是呢 就想要变得跟王娘一样 可是我告诉各位 东施孝平 是不会成功的 每一个人 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 应该要有自己的意志 对不对 应该要去贯彻的 是你自己的一个 操作的理念 而我跟各位说 不管今天大盘是怎么样 我也不在乎别人 接下来怎么做 我会持续来贯彻 我的一个操作理念 就像我看到这个盘 它现在在这里 纵使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大盘指数它不跌 或者大盘指数 它继续涨 我相信 还是有股票会大跌 还是有股票会破底 那么再来 王娘会锁定 要去放空的 有哪些股票呢 我跟各位说 之前 大盘这一个 刚跌下来的时候 王娘的一个操作绩效 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投资朋友 因为觉得我们赚太多了 怕没有空间了 所以呢 所以他反而打消了 参加王娘会员的一个念头 那我跟大家讲 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盘 它又反弹了 对不对 这个空间 是不是又出来了 那王娘接下来 所要放空的股票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叫做高价股 我认为常态性的量缩 会出现 所以今天看到 1500多亿的成交量 下个礼拜就开始缩了 如果量一缩 我问各位 这些高价股 谁有办法去撑它的股价 你不要看到说 今天大力光 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我告诉你 在空头走势当中 留下影线是一个常态 为什么 因为看到便宜 就会有人下去买 对不对 可是第二天 看到股票不涨 其实呢 就会有人再把股票给卖出来 那高价股当中 王娘这一波 带会员放空的连得 从200多块 跌到多少 跌到昨天的跌停板呢 是153块钱 我不只要放空高价股 我还要放空投机股 什么样的股票最投机 我跟各位说 那就是呢 赚的也不多 EPS一点点 结果呢 大家拼命炒作 拼命买 对不对 王娘这一波 在最高点 你看哦 不涨哪来的最高点 对不对 王娘在最高点 带会员去放空了金像店 而且让所有放空的人 全部都赚钱 而且我放空的当天 还有在节目当中 公开操作 对不对 请大家看下去 9月5号那一天 金像店涨到17块2 这几天的金像店都还在破底 那这是不是叫投机拉台 对不对 而接下来呢 我能在9月5号 带会员放空完之后 金像店呢 跌到了14块3 跌到了14块2 跌到了13块钱 9月10号的时候跌停满 所以这是什么股票 这种股票呢 它算是投机股 对不对 怎么上去又怎么下来 那再来还有一种股票 我告诉各位 那叫做地雷股 而有些地雷股 其实大家往往呢 没有办法 现在就发现 可是当你发现的时候 绝对来不及 来不及卖 来不及出 甚至很多股票老师 现在都把它给遗忘了 对不对 今天哪些股票涨 他们可能就会去宣传 但是呢 他们对于GIS 绝口不提 真的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叫绝口不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怎么提 带会员买在200多 相信报纸所写的 怎么会有老师 是看报纸的利多 在那边做股票 看报纸的利多 在那边买股票 我完了告诉过各位 我所有的操作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们再看下去 GIS 昨天跌到121.5 我娘带会员放空GIS 今天大盘涨了141点 你问我空单补了没有 我为什么要补 GIS在昨天破了底 对不对 而且从它开始跌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说 我已经把它放下去了 我空单已经空下去了 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融资还很高 你要多少券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8月31号跌到119 再来跌到171.5 接下来跌到157 跌完了没有 还没有 跌到151 跌停板 跌完了没有 还没有 145 再来139 再来136 再来135 跌得够深了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人在喊超跌 我们动不动就听到超跌 我觉得莫名其妙 如果这个盘 它在10800点 10900点 而哪一档股票 有人告诉你它超跌 那代表什么 大盘没有跌 结果它跌到这里来 这代表它其实蛮烂的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它其实走空了 对不对 我讲有没有道理 哪有什么超跌呢 所以你看看 再下去买GIS的人 后来还是赔 因为昨天它破了顶 那你们想想看 你要赚到这一段 很难吗 这个是在8月31号的时候的 经济日报 一公 8月31号 来我们看这个日期 8月31号 一公 GIS呢 夺得了三星旗舰机的订单 反正就写了一大堆 有的没的 我告诉你 那里面的内容 我一个字都没有去读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我娘认为呢 手机不可能会卖得太好 需求呢 只会递减 而不会增加 因为现在任何人 一支新的手机 带给你的满足 带给你的快乐 是跟过去一样 会增加 还是呢 你会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可是你们想通了没有 而我再告诉各位 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 整天就要看这些媒体 看这些报纸 对不对 如果你看了这些东西去做 你根本就无所适从 你知道吗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你再看下去 这都是跟苹果有关的 市场的消息 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GIS是不是苹果的概念股 当然是啊 一下子说 旺到年底 一下子说 苹果的股红了 一下子说 苹果的股是大门锅 一下子说呢 个股表现 一下子又说 销量不用怕 一下子又说 多头涨钉符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又变成 预购没激情 这都工商 还有没有 平概股气虚 还有没有 郭明奇 讲 出货 充八千万只 再来呢 又躲过关税战 结果最后呢 新的iPhone 这种黄牛价比官网便宜 外资说 冲击平概股出货 各位想想看 那你要怎么做股票 我俩怎么做股票 我只相信一件事 它会跌 对不对 跌了没有 这种是不是地雷股 一下子哦 从200块跌到190 171 再来呢 157 接着151 再看下去 跌到多少 139 还有呢 136 135 130 再来到昨天 跌到121块钱 这基金叫做GIS 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 我就举三个例子 联德是高价股 对不对 金像电呢 是投机股 那GIS呢 200块跌到120 它是不是地雷股 中秋前夕 大盘今天大涨 涨了141点 它会制造 在中秋之后 更大的向下操作空间 网络已经锁定了高价股 本益比过高 随时会修正 锁定了投机股 炒作拉抬后 反转向下 你昨天看到的 易华店 建策都一样 对不对 还有呢 地雷股 法人降频后 会立刻暴跌 你们现在看到 王良准备了第一支 高价股 这一支是高价股 王良在准备了一支 这一档呢 是投机股 王良还有在准备一支 这档股票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成为 所谓的一个地雷股 而这三支股票 你可以发现一支 接着一支 再来一支 他们通通都是处在高档 对不对 因此在下个礼拜 你想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去学那些 其他的那些股票师 你要跟就跟着王良做 王良打算去放空 高价股 投机股跟地雷股 而且我通通都锁定 只要168 限量10名 中秋节之后 我就带你操作 如果你想要 请你们立刻行动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